今天我把汪小飞亲自带货的麻六季的酸辣粉和去骨凤爪给买来了 可以说最近他们家的产品风靡在各个的社交平台上 而且还上了东方甄选的直播间 所以究竟好不好吃 我们今天来测一测 酸辣粉已经泡上了 我们在等酸辣粉的同时 我们先尝尝它这个去骨凤爪 一打开这个袋的味道 特别浓的那种泡椒凤爪的味道 它这个是开袋计时的 先来尝尝这个凤爪 还有吃一个就感觉已经很辣了 的确是脱骨的 但是它不脱筋 刚刚你们有没有听到那种咬筋的声音脆脆的 但是这个就让我想到了一个视频的画面 老奶奶啃鸡爪的画面 老奶奶啃鸡爪 不要去瞧了 不仅有凤爪还有这个笋丝 这个笋丝是那种特别脆的 柠檬味特别足 我觉得吃了第一块凤爪以后是挺辣的 辣还吃这么多 还真别说真有点上底 那种酸酸辣辣的 而且我这个是放到冰箱里冰镇了一下 整体来说还是挺方便的 就开袋计时当一个那种小凉菜 还不错 起码我觉得它脱骨了 就很方便吧 对于年轻人来说吐骨头比较懒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 大家就不要去仔细的去思考了 我觉得这个酸辣粉也差不多了 比如说在东方甄选的直播间 卖了十万桶 哦不行还没好 还得再泡一会儿 终于泡好了 尝一尝 好怕崩我衣服上 它这个粉本来打开就是那种鲜粉 确是挺有弹性的那种 就是料味太浓了 我个人反正不是很喜欢 它里面有这个豆芽 就是各种菜包吧 这个一打开里面一共有 七种包 有这个菜包酱包 粉饼包 粉饼包 饼包 怎么还给自己豆腐呢 哇 真的不太好了 天呐 醋居然忘放了 天上醋再中和一下会好一点 但是这个粉真的是很Q弹 它应该是那种 木须粉 红薯粉 土豆粉 合成的这一种 现在酸辣粉的灵魂来了 够酸 哇塞鼻涕都流出来了 豆芽都已经是预制好的那一种 所以吃起来还会是那种鲜的 鲜豆芽的感觉 这一点我觉得做的还不错 整体测评下来啊 这一款我觉得就是味道挺不错的 而且是那种脱骨的感觉 吃起来也挺方便 开袋即时 这个的话 粉的质量挺好的 但是料包太多了 大料味特别浓 这两款 正价比不是很高 在网上买的话 就是两桶齐买 两袋齐买 那个一袋差不多得40多块钱 一桶差不多12多块钱 就是还不如去外面吃一份酸辣粉的 而且像这种酸辣粉的话 你看他们的这种贴料表里 你看满满的都是字 一般像这种桶装的就是 应急又解馋的时候吃 还是少吃一点吧 整体就是这个情况 要不要吃看你了